前辈的压力 想要去往独立建国的方向迈进 也用台湾名义要叫做美国国 也办了公投 美国都很不高兴 因为他是中华英国的总统 他不可以做这样的主张 那么谁可以做这样的主张呢 台湾人民可以做这样的主张 行政部门不可以做这样的主张 所以这次台湾 台湾人民应该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退步 其实他就是告诉美国人 即使他当选中华国的总统 他不会像以前一样 想要去改变台湾的主权地位 只有等待台湾人民掀起的时候 台湾人民要求 台湾人民要决定台湾的未来 那他也是处于背后的状态 所以我们这次的思考 就是为了这样的发展组织的自由台湾党 那刚好跟这个袁教授讲的这个自由台湾的前途 这个我没有 因为当时没有看到他的书啦 这个是纯属桥 也许是天地啦 不过就是说 当民进党取得了行政权之后 台湾人民独派的力量 必须在立法院里面 取得发言的管道 这样才有办法分进而起 独派的声音必须透过立法院 来公开主张 而不是由行政部门 来自己做主推动 这个没感觉比较啦 所以我认为蔡英文这次 确实是有智慧啦 但是我不晓得他是这样的理解 但是就我来讲 美国会对蔡英文这次做高规格的接待 他就是表示说 至少蔡英文已经承诺了 他当选总统 不会再像上次这样子 主动的想来去变更 美国的红线 但是台湾人民是可以的 所以我们应该支持蔡英文 把红袖子打下来 然后支持自由台湾党 在国会里面表达 台湾独立建国的声音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接下来还有美国来宾 有没有反对的意见 我很希望这个预告你好 李教授 我今天特地来 听你的讲 我本来像讲话 特地讲中国 我不喜欢 我在大学被洗球 我大学的官员去问陈鸿迅说 陈鸿迅啊 那蔡有权是不是 真的独生学院 所以就不会讲多语 因为我们 坚固的都没有带我带你 他因为尊重 也叫做今天是助兵 所以 就用别情话来表达 当然我觉得 蔡英贵站在她的党 她的理解 我觉得她的阐述 对她自己的立场 是合理的 那今天呢 老奖以台独的运动人士 就是要进入中华民国的体制 立法院里头去奋斗 然后合理化民进党 这个时候整个党 老奖在台湾人民的奋斗立场里头 要讲民党这些是斗斗 我是创满的历史上的大人 民党的 他又让刚刚所方的 然后他就读过 刚刚别人都讲这些话 太合理化了 我们进党来读过来 蔡英文 这个时候讲保持现状的内涵跟意义 当然跟台湾运动的 所谓VSIS 对照题来讲是不对 但是我们要读他 因为有人要改变 美国所定义的所谓VSIS 但我们今天作为一个 台湾共和国的追求者 作为一个 台湾民主运动的支持者也好 带动者也好 我们不要忘了 你越是支持 中华民国的体制的选举 是把中华民国的体制 合法化和国化 就忘了台湾人 你前面要不要走 所以我大概是 预祝蔡英会教授他的自由党 台湾人 能把这个保持不强 也透过2016之选举 成了真正一个党 真正一个党 然后我真的带动台湾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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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独立运动的 叫做行 他也说 我本人在行 行到外交社会对华来说 台湾 对1987 是该人到今天去比较 现在台湾总的 运动的 招 又不是招 路比达 摸四季 再说起来 台湾独立有更壮丰 那为什么 搞不成呢 这是 大家要拐 为什么 台湾人到今天的独立堂里这么多 但是台湾的独立是这么薄弱 为什么民进党 你不管他行事不能辣好 或者刚才那个 参与讲 对啊 因为不能干台独事情 那请问 民党是什么 民党没有找到兴权啊 民党在里面没有兴权啊 为什么不能干台独呢 现在 新出以下的各线市场 为什么不能干台独呢 这些人来说 台湾人员为人 定这些 还是定这些 市场也是目标 市场也是投资 不要找任何理由 省事发生这个独立 中华英国提示 进去是 不得不的一个所管 这体制要摧毁掉 不摧毁 台湾四百年来的 每次政权的根据 就丢台湾人所有的血 想一想啊 我们的祖先 他们的骨头 白骨一堆在山头啊 羊羽 新的套安方便 幸运 生当客人 还是骨头的人 你公开汽笼 石价名 丢台湾 教授你骨头的人 会做这个事虐实心鬼 孤雁役 人家是在你聽了 你沒有人的作戰勝 你沒有人的作戰勝 所以我希望你踏著 總是踏著我們 不要他不會當人的運動 那個主要是輸的事 謝謝 剛才聽到蔡先生這一句話 我才想到說 我是我們年教授的忠誠的讀者 所以2016年本書啊 說到2017年 我們應該政治運動 政治運動 政治運動 我也是最忠誠的想念者 這我最準是為了剛好 最最後一頁也是政治運動 所以說 最後一頁我現在做一個最忠實的表述 就是我非常贊同我們年教授的主張 謝謝 接下來因為我們的時間是 我要到最後兩個問題 就是 那我都要問你 就是 就是 就是我想要詢問您 就是最近 因為最近那個克剛議題燒得 燒得 在台灣燒得很烈 那就是 就是尤其有被揭發出就是克綱的這些委員有讓中共挑戰部門滲透進來 那就是有關這方面想知道一下您的看法 謝謝 這個我剛才講的文修都只是說一下所有的問題上都跟臺灣的民意有的一樣 在克綱的問題上也是如此 這次改克綱我聽說是把228等等有一些歪曲歷史的修改 那這種修改不僅僅是很簡單的說是共產黨的統戰部門滲透的問題 這是馬英九給他自己的歷史定位的一個舉措 還要在他下台之前呢從意識形態的角度啊再給他自己一個歷史的定位 那這個歷史的定位我們可以很顯然就是違背這個歷史的邏輯 違背臺灣的絕大投入的民意 所以這個問題呢我覺得大家還是要把他從一個更廣闊的背景上才能看到 看清他的事實的真相 同時呢我也感到很興奮 為什麼興奮?你看他那些高中生 他們顯得多麼的成熟 在高中生在我們這些大人眼睛裡那不是這些小屁頭嗎? 可是當他站在大底談論國家大事的時候 你敢侵蝕他嗎? 這就是臺灣的希望 至於那些 有一些至於說呢 這個王國現在的這次大選 關於蔡英文應該如何看待蔡英文的問題 我想如果你是一個真正的 忠誠於自由臺灣的人 在這樣一個歷史的關鍵時刻 一定要放下自己的屬於自己的所有的資金雜念 所有的現實的和歷史的包袱 要支持他 不要做那些傭人的種種的去猜測懷疑 我看人就是這樣 我先把一個人看得很好 當他自己證明他壞的時候 我才會 來來說他壞 我不能先把一個人對得很壞 這個傢伙就是壞蛋 怎麼看得不順眼 那就完蛋了 我們先把一個人對得很壞 好 謝謝 好 謝謝 抱歉啊 我們邱鎔舉第二次發言 一個澄清 一個一個是感謝 澄清是針對蔡先生剛才所提的 蔡先生對臺灣的民主的犧牲奉獻 我是非常佩服 你的政治思想 你的政治行動 你的黨事 按剛才這個一席話 我也蠻佩服的 不過我要澄清就是說 那個領克啊 那個異民 異民方面 台灣世界各地 或台灣各地呢 都有異民 那個我 基本上是從桃園啊 這個爸爸客家媽媽民啊 我二十多年來也推動這個 台灣的這個客家運動 也研究台灣政治史 或者是做客家研究 對 針對藝民啊 那個台灣的這個 北部的這個為主的 這個藝民廟呢 裡面有客家 也有原住民 也有藝民 全台灣呢 長期以來呢 明來也有這個藝民 這個1895年啊 這個藝衛戰爭的時候呢 這個從這個三角泳那邊 這個一直到中部 南部 那麼也有很多這個 叫做藝民營也好 叫做藝居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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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米蘭很多 我的意思是這個 我們沒有衝突 我們沒有衝突 客家藝民要那個 基本上 是捍衛家園 過去的歷史可以討論 但是那個 捍衛台灣的話 也很需要這個藝民精神 藝民精神簡單講 就是台灣精神 我們都說啦 我主要意思就說 來承認一下 啊這個 台灣呢 只要有外産之前來的話 就會有228事件 或者白政府 或政治案件這一類的 我研究全台灣看檔案 我也研究中國參與的中立事件 就是說在那邊 前後有參與 也研究上面研究 北頂島這個事件 現在還在 未來的一年 叫做休假還要做這個 這個 北頂島事件的中立研究 你要找我 你要找我 所以我對你還蠻佩服 我知道 前輩齁 那麼我最主要的講話 還是說這個 台灣呢 不能再有這個外臺政權來 外臺政權來的話 就很慘 你看 那個總統府前面的那個 台湾 大到兩邊 一個是228紀念碑 另外一個是 白色恐怖政治受傷者紀念碑 我當初也是跟 張元縣教授等等 這個共同 就是跟大家一起努力 總而言之啊 那個就是要永不再犯 所有統治者要 要永不再犯 那個外臺政權再來的話 只有七七傳染七七 這是第一點曾經 第二點的話 我會特別感謝 這個 遠教授 還有在座很多前輩先進 這麼多天來 遠教授 從中國北京 那麼這個 到南方 到海外 又到台灣來 對台灣做出的重要目線 寫了那麼多書 給我那麼多的建議 給我的家有打氣 這個講了很多 我們過去不太敢講 不太能講 不太懂得講的 那麼 你的這個檔視 你的智慧 你的這個 那麼多的貢獻 我個人呢 以前在台大開做這個大班課程 300人左右的課程的時候 我經常都是請他 也到台大來講演 那麼 這次 是他 即將就是 回到他流亡的澳洲 我也專程來跟大家一樣 忠心的感謝你 對於台灣人民做出的重要目線 他們對我們的助理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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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 大家 其實到近來 我們的中國 還是被分化的 好 想要被分化 因為被分化的 過去這個 很多事情 你應該會做不好 car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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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外來政館到今天才會做到 整個講解自己 所以對第一天那十幾年到男生戀妹去銷子裡 人家有什麼卡吧 還要去銀手影 所以我用這個 我才不是說要去鋁籠 客人啊 貨人啊 我才不是說這個 我聽不懂 所以說我們拜託 拜託 我像幾個月一樣 今天有票 有公佈 有意義 有意識 有意志的票 這票贏多少票 這票流 不是在台灣 沒有 沒有台灣 在 敢敢說 不管現在 發言 很多什麼都非常好就好 沒有 最後就是這件中間 我們這個 冠軍 做到台灣 結果的意志 以後 這件事 做到這件事 沒辦法 就是現在 不要這樣 打死人 重點是 冠軍 的事 冠軍 不是 看老闆 結果 我 尊重 我 出到 這件事 尊重 公開 老闆 講話 主要我那些人 因為我 生途在台灣 社會 報告 老闆說我 可以到達到 我一個 我到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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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一個 公開 比例 我兩千空四年 跟男主兵 這個 我到達到 說 我到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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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老闆 聽 這個老闆 聽 那些老闆 比較疲勁 我到達到 沒有 到達到 我 我包庇 國民動 我們 國民動 我到達到 我到達到 我們到達到 我到達到 我到達到 去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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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達到 我到達到 我說這個意思是甚麼 台東不是 誰 你怎麼說的 台東就是 在花京的實戰 你如果做 告示是不夠聲的人 你應用你的 告示 應用兩千 你會客人 你應用客人 你會完全 應用完事 你會老闆 你會老闆 但人家在那裡 的所在 你整個台灣 快進去 找到台灣 外國 你如果沒有 一個人 台北 只要找到 找到 任務 通常 怎麼會 怎麼樣 colder 你 大家說的是 空窗戟是各位 怎麼辦 我現在也交給你了 你要交給你以前我來幫 洗碗火啊 也洗火啊 槍狀又回來了 你能這樣嗎 所以我們要想 我們這官家操人用 從來準備在紅豆上講的那些決戰 你怎麼知道 夠錢兩百萬的三百萬的人 你高路太變了 當初不可以 你性官高官 當高路更多 那你走 你準操作人不太好失落 謝謝蔡友全 先生大夫人 今天非常感謝大家參加這場演講 演講會講的也精采 發揮的也精采 參賽的也精采 謝謝大家 那回禮以後大家就是鼓勵 謝謝